家里边的洗碗池堵塞了之后不要花钱去疏通 在家里边用一个空瓶子就可以搞定了 一般堵塞的位置基本上是洗碗池下水道的位置 家里边的洗碗池一旦堵塞之后很多朋友都不会处理 要么是折腾半天越搞越堵 要么就是多花个几百块愿望钱交员过来疏通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用一个塑料瓶就可以解决了 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愿望钱 而且方法学会了之后一辈子都可以用得上 毕竟家里边的洗碗池用久了之后堵塞肯定是难免的 准备一个不用的塑料瓶 然后把瓶底下剪出2-3厘米出来 剪出来之后瓶底的这个位置不要了 直接要上面这一段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菜叶子菜渣给它捞出来 如果把这些菜渣菜叶子捞出来之后 水还不是下去的很通畅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塑料瓶来操作 塑料瓶上面这个瓶盖一定要给它留得紧一点 然后再把瓶口放在洗碗池下水到了这个瓶口这里 就这样晃动之后这些水就会慢慢的往下流了 其实这个原理就跟我们平时在家里面疏通厕所是一样的 在家里面的话不可能用疏通厕所的工具来疏通洗碗池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塑料瓶来代替 水流干之后然后把菜渣子拿出来 再把下水到这个水管再清理一次 放一勺小苏打然后再放上一勺洗洁精 然后再倒上白醋 这样能够把下水到的一些油脂和比较厚的一些污垢给它溶解掉 而且这样做的好处还能够去除下水到的一个异味 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也能够让你省下不少的冤枉钱 如果叫别人来疏通最起码要花上两三百块钱 这是最少的 方法学会的时候一辈子都可以用得上 方法赶紧收藏起来 说不定你哪天会用得上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